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遼望 我是郭崇倫 回顧本週的國際新聞 我們邀請了兩位資深媒體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首先是寅乃金小姐 崇倫好 觀眾朋友您好 另外一位是林紹瑩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關心歐洲目前持續發酵的難民問題 現在目前難民潮已經迫使匈牙利從15號開始 關閉與塞爾維亞的邊界 阻擋大批要借到前往德國的中東難民 匈牙利這把警察甚至出動強力水柱跟催淚瓦斯 驅趕邊境的難民 造成兩三百人受傷 引發聯合國跟塞爾維亞的批評 請看我們的報導 匈牙利震爆警車發射一波又一波的強力水柱目標瞄準 手無寸鐵的難民們緊接著大量催淚瓦斯瀰漫讓人睜不開眼睛造成兩三百人受傷其中兩人傷勢 塞爾維亞醫護人員趕來為難民包紮急救卻同樣也遭催淚瓦斯攻擊 位於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主要邊界關卡已被匈牙利政府下令暫時關閉30天 部分難民仍試圖突破封鎖 匈牙利16號展開反制行動逮捕29人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強力譴責匈牙利 表示難民應該得到包括庇護等的實際協助 男女女和孩子在逃亡和捕捉 必須真正的支援 包括遵守 我請求那些人站在逃亡的權力 站在牙裡 而曾經拿宗教大作文章遭到恐怖攻擊的法國查理周刊 日前又刊登多幅嘲諷難民的漫畫 一幅畫了沉濕海灘上的敘利亞男童 趴在麥當勞廣告刊版下 旁白寫著快要到達了 另一幅則寫著 基督徒可以走在水面上 穆斯林兒童會沉入水中 標題寫著證明歐洲是基督徒的 雖然漫畫強烈譏諷 歐洲處理難民危機的無能與虛偽 但許多讀者都認為查理周刊消費敘利亞男童 挑起種族仇恨 也引來一片踏乏聲 UdnTV陳美文編譯 我想先請教乃金 這一次的難民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消退的一個跡象 當然我們看到許多國家陸陸續續 都開始設立邊界的管制 但是像匈牙利這樣子很強悍的對付 另外一邊的難民是很少見的 很多聯合國跟其他國家也都譴責了 那但是也有人講匈牙利是首當其衝 他能有什麼樣子的選擇嗎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對當我們看到那天的消息 這個匈牙利非常的強悍 匈牙利政府宣布他們進入緊急狀態 然後援警授權援警可以不經過任何的程序 就是去逮捕難民 然後情勢就越演越烈 到這個難民跟警方有激烈衝突 彷彿是一種難民在匈牙利引發的一種 類似像那種戰爭形式的這種衝突邊緣 是讓人覺得觸目驚心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聯合國在這方面表現的 其實是非常的無奈 甚至於無力的 聯合國的這個難民總署相關的人 還有NGO的人 他們到了匈牙利的部分 然後到了歐洲的很多這些難民 急遇去要進入 然後到這個德國和到北歐 這些國家的這個邊界 他們面對那樣的一個情況 覺得說真的是不敢相信 他竟然會在歐洲的土地上面發生 那是非常的悲慘的 可是也如同這個歐洲外交關係理事會的 共同主任傑尼他說的 他認為匈牙利的總理 依然會採取這樣的堅持的排外政策 那主要是因為匈牙利的總理他的思考呢 他是在面對他的內部問題 他之前的時候呢 非常的強悍的表示說 他擔心大量的這個穆斯林的湧入 會破壞這個基督教文明 然後他所屬的政黨的青年的團體 在這個匈牙利這個難民想要湧入的這個邊界 這邊大貼標語 一再地強調就是匈牙利是屬於匈牙利的 是屬於基督教的 而且他在國內的這個政治上面 當他在接的連任了之後 這位總理呢 採取的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政策 他面對的是他內部的一個更右派的一個團體 所以他採取這些的策略 最重要的還是在面對他的內部的政治問題 而且根據匈牙利內部的研究單位 所做的民調顯示 匈牙利的人並不歡迎難民 而且我們看到呢 在匈牙利採取這麼強硬的措施 引來了包括聯合國和很多這個 他周邊國家的一些反彈之後 因為塞爾維亞他就首當其衝嘛 他們不從這邊走 難民就要尋找這個別的出路 可是好像撼動不了 這個匈牙利政府的決定 而且最大部分的矛頭呢 還是指向要去承擔責任的德國 因為德國呢 也就在匈牙利宣布要緊急進入緊急狀態的 差不多的這個時間 他也封閉了他的邊界 然後甚至於包括像這一兩天 我們看到這個波蘭的前領導人華勒沙 他也認為東歐沒有能力去處理 這麼多的這個難民的問題 甚至於在東歐的這些國家裡面 他們都覺得我們自己生活也沒有獲得特別的好啊 然後包括匈牙利裡面的人民 他們也為這個經濟一直沒有發展 然後感到這個困頓和不耐 所以他們也沒有這麼大的這個心力和同理心 去同情這些難民 所以這些因素呢都讓這個匈牙利的總理呢 似乎有諸多的理由他繼續採取這樣的一個立場 很難動搖啊 那個邵宇你覺得現在目前的難民的問題要怎麼樣來解決 這個這個問題啊 我講一下我今天聽到有一個難民在說說 他們說德國歡迎我們我們來到這邊就又不讓我們到德國去 那是不是一定會藉這樣子的事件才能夠真正的把這個訊息傳出去 說現在歐洲甚至德國是不歡迎你們了 你們不要再來了 這個訊息我想 難民其實他們的消息其實也蠻靈通的 他們之所以一路從希臘往北走 中間會碰到匈牙利主導他們 他們立即現在已經走來走西巴爾幹半島上去了 就是走克羅西亞那邊 對對對 但克羅西亞今天也說封印邊界了 對 所以這些難民現在是處處受到受到阻礙 可是並不代表說他們不知道這個消息 現在問題是說如果說這些國家不願意借到 讓他們前往德國或其他北歐國家去的話 他們可能就被被迫困在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甚至這個有些人會往回走 那時候對於東歐跟南歐的國家來說 比較窮的國家來說反而會是一個更大的負擔 所以到底這是一個歐洲問題還是一個德國問題 現在是歐洲很多尤其是東歐跟南歐國家 他們在抱怨的問題 匈牙利總理就說這跟歐洲有什麼關係 這是德國問題 都是因為德國開的方便之門 所以讓這麼多難民必須要經過我們國家 然後造成這麼多麻煩的事情 那麼可是話說回來 難道這不是歐洲的問題嗎 其實也是一個歐洲問題 歐盟這個標榜這個邦聯的一個 這麼大一個邦聯 他從希臘的這個金融危機之後 面臨的第二個最大的問題是 在難民問題上面 其實本來就有一個都柏林公約可以去實施的 可是突然湧入這麼大的難民 變成第一個上岸的國家 那些國家意大利等等 他們都不願意收容難民 有他們政治內部的考慮 政治的考慮 經濟的考慮 所以當德國這個張開雙手歡迎的時候 難民就大批涌入 那是誰造成這個德國問題 如果說這些國家當初能夠遵守 都柏林公約的話 就也許不會有今天這樣子的這個 難民北上的紛紛牢牢 不過乃金就是這些第一個碰到的國家 不管是義大利或者是希臘 乃至巴爾幹半島上面的 他們都很窮啊 老實說這個他們真的不願意 難民留在他們境內 最好他們是只是過境 趕快把他們趕走 這個比較符合他們的要求 對 因為就我們將心比心 像在之前的時候 在歐洲最引起話題的其實是希臘 希臘的問題 那現在希臘他雖然不情願 他也被迫的在很多的 他的小島上就收容了 超乎他們負載能力的難民的人數 我記得希臘有一個小島 他們原本也不過就才幾千人而已 然後各項的發展 也就是不是特別的好 那可是他們湧入了超過了兩萬名的難民 所以不但是在當地的秩序上面 造成了極大的干擾 然後他的物資各方面 也都發生了問題 然後這些難民的本身 也因為他們來自的國家區域派別不同 本身也有發生一些爭議跟衝突 因為大家是共同處在一個很絕望的環境裡面 我只想把這個地方當作是一個過度的轉換站 可是我過度不了 我通通困在這裡了 然後所以他們內部有衝突 又跟居民有衝突 然後居民想要甩開他們又甩不掉 所以這是一個共同的一個困境 這是非常嚴重的 像在之前的時候 似乎透露出了一線的曙光 德國張開雙臂就歡迎這個難民 那英國也改變態度 那北歐的一些國家 也喊出一些非常響亮的一些口號 可是就是曇花一線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曇花一線 其實對於難民來講是更殘忍的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在各種的提議過程裡面 還曾經有富豪提議說 他要買下這個希臘的無人島 把這些難民都安置在那邊 可是一聽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不可行的一個策略 所以現在呢 歐盟的這些國家說要召開這個內政部長會議 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匈牙利的採取的這個強硬措施 我覺得讓他處理這個問題的未來呢 顯然呢 更添了非常多的阻撓 而且也讓這些其他的這個歐洲國家呢 更進一步的認識到這個問題的複雜度 我倒覺得唯一比較可 雖然是不太可行 可是唯一比較可行的是 歐盟必須要拿出一個共同的難民的庇護政策出來 尤其是面對這麼多的難民的情況之下 他們初步就是上上禮拜說 大家同意要這個農納4萬名難民 可能顯然4萬名是不夠的 最新的數字是12萬難民 那麼這些像這樣一個立刻長三倍的數字 是很多國家都不願意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或是美國也應該要表態 能夠吸納更多的難民 歐巴馬昨天說 他希望明年底之前能夠吸納1萬名 這對美國來說實在是太小 連澳洲都已經承諾1萬2千名 而且美國在過去也不是沒有在越戰時代 或是在其他戰亂時代 也不是沒有收容過來自越南的海上難民等等 美國其實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不過邵宇 如果說歐盟解決不了這個事情的話 我在想有兩個很嚴重的事情 一個是他現在說是12萬 他要分配 這些新加入的東歐的國家 都不願意接受他們自己的難民配額 那怎麼辦呢 如果說你歐盟沒有這個執行力下去 或者是你一直強調是要有共識決 每個國家都可以否決的話 那你完全通不過 第二個是歐盟他原來最根本的 比如說像申根公約 人員可以自由在歐盟境內移動 現在每個地方都涉起邊界控制的話 將來這個東西會很麻煩 對 申根公約理論上是有一個例外條件 你碰到什麼樣的緊急情況的時候 你可以不顧原來的規定 就是把關卡把邊界封閉 可是對於這個 這麼嚴重的難民的這個災難來說 用這個申根公約的例外條款 去這個說我暫時封閉 等於是告訴大家說 以後這個申根公約精神就名存死亡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要解決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歐盟不做下來 讓大家找出一個這個 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數字或是方法的話 那麼這個問題就無法解決 因為每個國家如果都只為自己的利益 去做考慮的話 那就無解了 我們這個問題可能以後還要再繼續的談 這一時三刻也解決不了 不過我們第二段我們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談習近平在22號即將訪問美國的情況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美國白宮跟大陸新華社16號先後發表聲明 確定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在22號出訪美國 25號美國總統歐巴馬 將會在白宮設國宴 款待習近平跟夫人彭麗媛 這是習近平上任國家主席之後 第一次赴美進行國事訪問 請看我們的報導 外界瞩目的習近平美國行 正式拍板敲定 根據美國白宮聲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在22號出訪美國 專家相信 習近平這次訪美 將有助於加強兩國進一步相互了解 促進雙邊關係 他可以給予國外媒體 和學術人士 關於中國的能力 在中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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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給予某些能力 我認為這會 跟中國的能力 能夠跟中國的能力 西屆人士舉行圓桌會議 目前也已有高達94位 包括股神巴菲特 蘋果執行長庫克 臉書執行長 祖克伯等 聯名致函給歐錫兩人 希望會談聚焦雙邊貿易 議題穩定兩國的經濟關係 而外界矚目的大陸 網路間諜問題 有不具名美國高層官員指出 雙方已經達成共識 在習近平訪美前 美國不會就網路經濟間諜活動 對大陸機構做出制裁 可以說是給大陸做足了面子 習近平預計將會在25號 造訪白宮與歐巴馬進行會談 並且參加正式國宴 26到28號 則將會應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的邀請 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 出席聯合國成立70週年 系列峰會 有DNTV有報其編譯 我想請教邵宇 這一次高峰會之前 似乎不像過去 就是一直有烘托說這一次 會是一個順利成果很豐富的高峰會 這一次好像有一點氣氛有一點奇怪 氣氛非常不好 對大家一直強調說南海問題 強調網路這個攻擊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美國是有點故意 給北京有一點點下馬威 他先透過各種不同的犯話系統說 這個美國正在考慮 如果中國正在 繼續對美國這個商業的 對於商業行為 這個駭客來偷襲機密的話 我不排除制裁等等 我覺得這個話在 明明知道習近平就要來了 然後你又講這個話 意思就是說一方面 當然是告訴北京說 我很重視這個事情 我一定會討論這個事情 另外一方面也是 給北京想要嚇嚇北京 那麼北京派了孟建柱去 事前幾天前派了孟建柱去 華府談論這個事情 把他國內相關的單位 主管都不找去了 也顯然是說 我會做一個姿態 表示說我也很重視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在歐習會的時候 好好坐下來談這個問題 可是我覺得 在這件事情上面 北京也很難在實質上說 說讓步 他不會承認說 我在偷取你的機密 他只能泛泛地說 OK 我們也很注重網路安全 我們也注重網路上面 發生了各種不法的事情 我們覺得犯法事情 都不應該容忍等等 可是事實上 今天北京會去偷入 美國商業機密 美國的NSA 商業不商業的機密 政府的機密 對方國家任何機密 他都拿了 所以這件事情 真的要扯開來 我覺得美國也很難 也很難說得出說 我站在一個比較高的 道德高地上 可以來救這件事情 指責你 美金不負責任 我想請教乃金 這一次當然也可能是 習近平跟歐巴爾 最後一次搞崩會了 現在看起來 在過去的兩次 似乎都有一些特殊的 沒有這麼正式的形式 第一次見面是在加州莊園 第二次是在中南海裡面 晚上的會面 這一次會有這樣子的形式 彰顯出兩個領導人的 特別的關係嗎 因為其實對大陸來講 這個可能是最重要的 他要的就是這樣 特殊的大國之間的關係 你覺得這一次 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形式 其實崇仁剛才講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說 這個跟過去的訪問不太符 就是在這個 人家客人還沒來之前 先就校正放話 而且這個對於 傳統的中國文化來講 我不曉得白宮 還有國務院的幕僚團隊 是誰主張用這樣的一個建議的方式 因為這個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化來講 這個有點給客人下馬威 然後對中國人來說 這似乎有點就是 你如果不拿出點誠意來的話 那你就不要怪我這個敬酒不吃吃罰酒 這個是非常不禮貌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看到剛才邵宇提到 這個孟建柱去了之後 他們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去了之後 雙方有點刻意的 要再壓低這方面的敏感度 所以就發了一些 美國方面不會有司法制裁 然後大陸方面會如何如何等等 可是問題是他們才剛講完了這個話之後 歐巴馬自己又在提 沒錯 又在提就是這個網路安全 而且你們不要小看我們 如果大家真的要在這邊發動戰爭的話 我們美國可是不會輸人的等等 那所以這是一個第一個非常奇怪的 就是說為什麼美國要採取這樣一個策略 是覺得說過去的這一段時間以來 他們是不是認為習近平的性格上面 如果我表示的過於軟弱 你可能就這個軟土生爵 就有點不把我這個歐巴馬放進眼裡 而且因為之前的時候在南海的問題上 美日安保的問題上面等等 其實中方跟這個美方的這個立場呢 是背道而馳的 甚至於還蠻尖銳對立的 第二個是您剛才說的 就是說中國大陸要的是一種 正式規格形式的一個訪問 我想大陸的學者金燦榮 他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的那個評論 有一點非常的一個準確 就在於是說 中美兩國是新型的大國關係 這個部分呢是中方提出來的 是習近平提出來的 但到目前為止呢 美國就好像是沒聽到 美國呢一再的採取的就是 我們是建設性的這個關係啊等等 我們多方面有什麼合作啊什麼的 但是呢沒聽到這件事情 所以呢對於習近平 他已經告訴大家了 我是一個醒來的獅子了 而且呢對於中國來講 一個躍升的就中國 他要美國呢正視這件事情 接受這件事情 你看到了這個中國崛起的事實還不夠 我認為從中國大陸方面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話呢 美國呢對於中國大陸崛起這個事實 雖然看到了但是沒有面對 他不在這個國際的場域跟較勁上面呢 真正的以一種大國對大國的態度去對待這個習近平 去對待中國大陸 這個是中國大陸呢不能夠接受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灣問題會怎麼樣在兩個人的高峰會裡面來談 尤其是台灣1月就要總統大選了 在過去一直有所謂中美共管台灣的說法 可是這一次也會嗎 中美共管台灣的說法應該不是大陸 這應該不會是出自北京的領導人之口 只是大家這個外面的觀察 當時的形勢是如此 昨天國外辦說這個當然會談到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上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對啊這個 國外辦怎麼會說台灣問題不重要呢 怎麼會說不會談台灣問題 如果真的這樣講的話 那個釋放的訊息訊號就更超乎常規 所以國外辦一定是這樣講 可是我不覺得台灣問題會在這一次歐習會中 會成為一個焦點或是重要的話題 兩個人當然會聊起台灣明天的選舉 或是選舉之後未來的走勢 習近平一定會跟這個歐巴爾說 我的台灣問題政策就是如此 這個九二公司等等等等 美國也有很清楚的台灣政策 他也一定會跟這個習近平說 美國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如何的 這些大概大家都背的出來的 這些標準說是 在公報啊 對 講完以後 我講台灣問題就討論到這邊為止了吧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 就是說這個台灣問題呢 在這個兩岸關係緊張的時候 大陸從這個外交部門到這個台辦系統 從上到下一定都會強調說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裡面的什麼核心 核心問題 但大陸的核心問題不止一個 所以我們那時候講 大陸的核心怎麼這麼多 那這一次呢 習近平呢 跟這個歐巴馬的會晤 到底台灣問題的分量會有多重 這對於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當兩岸關係鞏固的時候 台灣呢 不會成為中美兩國博弈的一個棋子的時候 其實台灣問題呢 在美中兩國領導人裡面呢 他被提到的最少分量最輕 因為他不是議題嘛 那只有在台灣的這個問題呢 變成是大陸呢 要繞過美國 要繞過美國 來對台灣採取某種壓力的時候 就是說當台灣問題 真的變成是美中兩國共管的時候 台灣問題才會是真正的核心問題 這其實是台灣命運的悲哀啦 但是我覺得 中國大陸呢 在思考這個問題呢 跟美國在思考這個問題呢 其實完全不一樣 美國呢 期待透過台灣 當做一個棋子 所以呢 當他跟美日同盟 然後跟這個 中國大陸的關係 有點緊張的時候 他對於立場上面 是親近美國的 蔡英文呢 是表示非常歡迎的 這美國不只喜歡蔡英文 他們也很喜歡馬英九啊 那不然為什麼馬英九 已經要卸任了 還讓他回到他的母校裡面去演講 那所以 但是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特別是在兩岸關係的問題上面的時候 這是中國人的內部事務 是兩岸的這個 之間的一個事務 所以呢 他長期以來 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 就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陰謀論 或者是一個論述 就是說台灣問題 台獨勢力 都是美日在背後去操弄的 所以呢 為什麼在2005年連戰去了中國大陸之後 那個和平之旅 他所展現出來的一個態度就是 兩岸的問題 是兩岸的中國人可以共同解決的 到了馬英九時代的時候 很多問題呢 秉持著這個原則去處理 大陸方面呢 就會覺得舒坦很多 所以我覺得在有關於台灣問題的上面 習近平會提 但是力道跟方向跟過去 我們所想像的會完全不同的 就是最嚴重的兩岸關係的危機的狀況 就是在小布希的任內 陳水扁的任內 溫家寶去訪問美國的時候 這個小布希當著全世界媒體的面 溫家寶坐在他旁邊 他這樣子指責這個陳水扁 這問題夠嚴重 台灣問題的分量是不是很重 非常的重 可是對於台灣來講 這是一個我們受到最大的羞辱的一個時刻 我們國家的命運 擺在美中兩國的大國的手裡 而那個時候的中國大陸 他被迫要去繞道 透過美國來對於台灣施壓 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我覺得在胡錦濤的時代結束之後 在習近平的這個時代裡面 感覺起來他們已經不是在朝這個方向走了 所以當這個蔡英文去美國訪問 然後講維持現狀 很受到這個美國的上上下下歡迎之後 美國就中國駐美國的大使 他不是還發表了一個談話嗎 說什麼你要得到這個13億中國人的認可 才行 這有點突兀 這過去的那個美國的 就是中國駐美國的外交人員 因為蔡英文是個在野黨 他們不太會去對這種事情 這麼大剌剌的談話 那從他們的這個操作的手法 其實包括習近平 見台灣的這些重要的領導人士 講白了拉了那個底線就是 你有九二共識就地洞山搖 感覺起來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就是由兩岸自己處理 中國人自己處理 那您剛剛講的 我覺得有一點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我也想問問看邵羽是不是同意 就是說 大陸現在已經不需要美國來押台灣了 或者說經過美國來影響台灣 尤其這個時間會是非常重要 是從明年一月到五月這段時間 新的總統就任 如果民進黨選上的話 第二個時間我想會牽涉到歐巴馬的最後半年 如果說有軍售要決定的話 那是清倉的最後半年 這個絕對也是中國大陸在意的一個事情 你怎麼看 基本上我覺得習近平領導下的這個北京政府 的確是不太需要華府出來這個施加年影響力的 我覺得他現在反而是比較好奇的是 每日新安保條約裡面規定 周邊有事到底會擴跡 或放大到哪個階段 是日本周遭 日本周邊才算周邊 還是要往南一直推到台灣 台灣北部都算周邊 我覺得這個是他可能會比較想要摸清楚這個華府的底 底線在哪裡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很有趣 這個講到軍售這個問題 不是他們很快美國要開個那個國防的相關的會議嗎 對 然後那個吳釗燮 就是民進黨的秘書長吳釗燮 誰要摔一個很大的團 31個人的代理大台 31個人 對到這個 到這個 美國去 其實他就是一個準執政態勢了 而且顯然一定會大受歡迎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兩岸關係上面 和這個美中關係上面 軍售問題它本來就是一個敏感議題 但是邵宇剛才講的是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對台採取清倉式的這個軍售 美國一定會 中國大陸一定會有反應 他一定會叫一叫的 他一定會叫 但是問題是一個根本性的一個結構改變 如果是1月16號 蔡英文就是當選了 而且他還要看他是當選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的當選 他若是大勝跟他勉強過半 跟這個立委民進黨的選舉的情勢是如何 大陸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對台政策的判斷 如果是一個根本性的一個結構改變 挑戰到它的底線的話 那軍售的問題等於就是在它上面 就是添了一些柴火罷了 這個就是等於向美國鼓勵這個趨勢繼續發展 而且我比較單 我一直有一個很 有習近平講的一句話 我一直覺得放在老戰裡面 一直覺得很可怕 就是台灣問題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 那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要在你第一任期或第二個任期以後 就要表態 我希望台灣問題或是兩岸問題 有一個什麼樣的新的安排 還是說到時候你會看一個情形 我這一代沒辦法解決了 我就留給下個領導人去解決 習近平現在看起來他是很強硬的 對 因為是這樣 習近平2012年上來 他10年 那不就是到2022嗎 那蔡英文2016年當選 那如果說他不但是一屆 他還連任 那就表示習近平在這 他在這兩任的這個 十年的這個任內 對台灣的問題 不但是沒有交出一個好的成績單 甚至於還會有一些複數 可是他的前任 他的前任胡錦濤 可是有這個2005年的這個聯胡會 而且還有這個2008年的馬英九當選 迎來了兩岸這個60年來 從未有的和平局面 所以對於習近平來說 這個部分的壓力是有的 而且我覺得壓力最大 會是在中國共產黨創立的100年 那個100年在他任內 他如果那個時候 他發現這個台灣問題 在手裡面失去的話 對他來講事情是非常大 那時候只靠閱兵是不夠的 好 我們回來等一下談第三個問題 就是美國有一個 從蘇丹來的移民學生14歲 他帶了自己做的時鐘到學校 結果被懷疑是炸彈 這個在美國引起非常大的一個討論 連歐巴馬總統都對這個事情表態 我們等一下繼續談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美國有一名學生 把自己辛辛苦苦發明的時鐘帶到學校 結果卻被認為製造了一個炸彈 而且還因此被上銬逮捕 這聽起來相當離譜的情節 卻真實的在德州上演 事後當地警察表示 不會起訴這名學生 但是也是拒絕為事件而道歉 請看我們的報導 美國德州一名14歲的蘇丹伊 穆斯林學生自製了一個數位中 帶到學校 希望得到老師的讚賞 卻沒想到被認為是炸彈 還因此被警方逮捕拘留 引起各界關注 阿密表示 儘管她一再聲稱這只是個時鐘 但校方和警方都拒絕相信 最後阿密竟然被戴上手銬 按指紋留底 並且被控以謊報炸彈罪 雖然事後證實這一切都只是烏龍 儘管警方已經表示不會起訴阿密 但校方與警方的處理方式 被外界譴責為宗教歧視 社群媒體上聲援阿密的聲浪也 越來越高 I stand with 阿密的主題標籤 也成為轉發第一名 就連美國總統歐巴馬 也在推特上貼文安慰阿密 並且邀請他 前來參加在白宮舉行的科學活動 臉書執行長組克博也邀請阿密 前往加州總部參觀 從小就熱愛科學的阿密表示 希望未來還是有機會 能夠前往MIT等名校學習 並且會先考慮轉學 美國伊斯蘭關係協會則表示 會要求詳細調查這起事件 是否真的有涉及宗教種族 宇連TV有報其編譯 我想請教乃金 這個事情其實看起來是非常荒謬的 唯一一個大家認為很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名字 聽起來是像一個源自於穆斯林的 然後他可能也被認定是從蘇丹來的 有這樣子的危險的疑慮 你怎麼看這樣的事情 是整個事情是執法過當一個很荒謬的情況 還是反映出某種心態 因為報導沒有特別的完整 所有的外電也沒有解釋得非常清楚 因為他們鎖定在這個事件本身 我覺得一開始有問題的是那個老師 那老師 老師為什麼去報警 怎麼這麼緊張呢 然後他很開心地去 然後為什麼老師會這麼緊張 這孩子第一天上學嗎 他14歲對不對 他們家剛移民嗎 他不是第一天上學 他以前也表現得蠻好的 對 所以我就說 我的疑問就是很奇怪嘛 他又不是第一天上學 然後他們家移民到那裡 顯然也是有一段的時間了 那這孩子平常在學校的這個表現 究竟是如何 為什麼他也不過就是帶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改造的一個時鐘 老師就會如此的緊張 學校剛好前一陣子發生了什麼事嗎 還是他曾經在之前的時候 有同學密報他什麼嗎 這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就覺得很非常的奇怪 這個老師當下的反應呢 太戲劇化了 太戲劇化了 這有點不可思議 我看到報導是說 他帶給他的科學老師看 那老師說這個不錯 但是後來他這個英文老師 後來他是在上別的課的時候 突然這個鬧鐘響了 然後英文老師就很神經質 就就把他爆出去了 對啊所以就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說這個 為什麼老師會這麼的緊張啊 如果你不是第一天認識這個學生 不是第一天認識這個孩子的話 而且還這麼大張旗鼓的找了警方來 然後不但上銬 而且本來還要留下他相關的這個紀錄的 那警方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怎麼也這麼荒謬 難道一看不會區別說是炸彈還是時鐘 這個小孩子才14歲 他能夠做這樣的事情嗎 我覺得這個警方應該就是很相信老師吧 聽說根據那個小朋友 因為那個國中生他說 他被帶到一個房間裡面 裡面有五個警察在等著他 其中有個警察看到他進來 就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我就知道 意思就是說 我就知道你是你的膚色 一定有問題 對 有你的膚色或你的名字 我就知道一定是 所以才會有出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基本上是一個宗教的歧視 或是種族歧視的問題 你覺得是不是也跟 現在最近一直渲染的報導 比如說IS 或者是怎麼樣恐怖組織訓練 年輕的小朋友 做這種自殺炸彈這種事情 我覺得應該都有關聯 多少都有一點關聯 對 其實美國現在 尤其是有講到大選 尤其是這個 像川普這種人出來 昨天川普這個 在這個演講的時候底下有人問他說 你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會把全美國的穆斯林 都趕出去 然後川普說會 所以整個美國社會的氣氛是這樣子 那麼在那個當地那個小鎮 還有一個其他的因素是 那個市長基本上也是一個 有問題 不能講有問題 就是說他是有點歧視意味的市長 當地的穆斯林社群本來是 因為當地穆斯林社群還不少 然後如果穆斯林跟穆斯林之間 發生一些這種細顧的糾紛 當地的穆斯林證明就說 好吧 我們就這個 當作中間就來這個調解 結果用我們的穆斯林的這個 這個叫法來調解 被那個市長知道 也會說我禁止你們這樣做 因為你們必須要遵守 美國的法院跟法律 他甚至還在市議會 通過一個法案就是說 反外國法的法案 這簡直是 那警察的薪水 警察權力從哪裡來 是從民選的市長出來 我想警察多少也會 也會知道一點 也會知道一點輕重 是 所以我想這些的氣氛 都渲染了這件事情 讓他在一發生之後 這個孩子就立刻 不分青紅皂白的 遭受到這樣的一個對待 然後歐巴馬 因為政治人物 總是比較敏感的 然後再加上選舉的 這個因素 在不停的在發酵 這個川普無所不用其極的 去刺激一些言論 到現在為止呢 還一直在暫步就是 有關於這個歐巴馬 他就是穆斯林啊 然後根本不是在 美國本土出身的啊 然後所以呢 當這個歐巴馬呢 非常的聰明的 而且我覺得非常的 有政治智慧的 邀請這個小朋友 到這個白宮去 你覺得美國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覺得美國的右派團體 一定又會有一些 批評聲浪出來 嘲諷 像 但是歐巴馬 處理這個事情 如果是換在 在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處理的 好像不會像這麼幽默 這麼比較 這個雲南風輕 一定是很重手這樣處理 就處理的一定 非常的 很尷尬啦 是不是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 沒有幽默感的 對一個 政治人物都很沒有幽默感啊 然後我們的這個網民呢 都非常的情緒性 而且在這件事情上面呢 我們看到的 像這個網民的反應啊 美國的這個網民反應 它還是有一些 很不可撼弄的一些價值在啦 包括你不應該有種族歧視啊 不應該有宗教歧視啊 等等之類的 可是台灣的政治人物跟網民 從來都是以你的意識形態 和政治的喜好 就來判定大家的生死了 所以 你應該說包括這個 許洪廷市議員 去嘲弄這個柯文哲 說你跟 悠歐卡的董事長代季權 有這個特殊性關係 我們的這個政治人物反應 就這麼爆裂 然後網民呢 就希望這個 你傷害我喜愛的柯市長 我就希望你死 這個 這種的事情 在台灣可能會 往朝另外一個方向去發展 我覺得可惜的是 第一個共和黨的候選 到現在為止沒有這件事情表態 對 甚至昨天的這個 第二次共和黨候選人辯論 也沒有人問 沒有人談這個東西 沒有人談這個東西 實在是太可惜的一個機會 一方 然後第二個可惜的是 學校處理這個事情 其實可以處理得更好 用一個不同的方法 教育 趁機教育學生說 這個我們要這個 容忍要有包容多元文化啊 等等等等 他沒有他反而把那個學生 停學三天 意思就是說你違反了校規 而且我認定你違反了校規 而且我認定你違反校規 不管你有沒有違反校規 所以你就必須受懲罰 我覺得這個處理方式實在是可惜 錯誤一個機會教育 不過這個學生 現在已經決定要轉學了 要轉學了 對他也好 不過這個事情到最後 竹克伯也在那個臉書上面 很多人啊 西亞爾克林頓也講了一些話 對對對 不過歡迎他什麼時候 來戲谷的時候 他隨時願意見他 我們等一下最後 我們就來談臉書最近的一個變化 臉書竹克伯說 他準備要增加一個欄目 就是Dislike 這個事情在臉書 他們經過蠻多的考慮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定案 主要是怕衍生出一些負面的效果 我們待會來繼續談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臉書上充斥各種消息 但是通常只有一個按讚的選項 常常讓使用者覺得不夠 臉書的創辦人 竹克伯可能聽見了外界的心聲 在他15號的臉書問答會上面 親口證實 公司正在研發更多不同情緒的按鈕 來給使用者更明確的表達他們的感覺 請看我們的報導 在使用者多年來不斷要求下 社群網站臉書終於要推出like 按讚以外更多情緒按鈕 創辦人竹克伯在15號臉書總部的問答會上 鬆口承認 竹克伯多年來因為擔憂推出 dislike 會在臉書上撥下仇恨的種子 因此對於設置這個不讚按鈕 遲遲沒有動作 但隨著越來越多使用者強調單一的like 無法真實表達情緒 祖刻薄的立場也開始軟化 並表示了解使用者相對不好的消息 像是親友過世或是讓人難過的新聞等等表達同情 畢竟不是每個時刻都是好時光 另外臉書也推出了facebook mention的線上直播新功能 足克伯更是親身上線 在直播中向外界導覽臉書新總部 影片中可以看到這個身家上億美元的CEO 生活過得相當簡單 沒有自己的辦公室 辦公桌也就位在辦公室的正中央 帶著網友易虧全球最大社交媒體公司的神秘面紗 雨天TV有爆起編譯 我想先問邵宇 邵宇你是臉書的重度使用者 我不算 我真的不算重度 不算 那你贊成加這個 dislike嗎 我不贊成用 dislike這個字 因為太模糊了 就是說你不喜歡或不贊的到底是什麼 是那個新聞 比如說你新聞還是貼贊的人講的一句話 還是怎麼樣 所以很難分得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我喜歡了 我按贊了一個敘利亞難民的新聞 我寫了幾句話 那你有人dislike這個貼文 到底是dislike什麼 那你就貼like 你就同意這個人 那不是就對了嗎 所以我覺得 你算好精準 你算好精準啊 適度增加一個 一個或是兩個 我不曉得他的計畫 是要增加一個還是兩個 這裡面也有中文跟英文的意思 對 對 你覺得如果是用英文的話 有人建議用empathy 對 就是感同身受 對 那中文還有什麼更好的表達呢 乃金理事長怎麼看 我是反對 弄dislike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於 所有在臉書上活動的人來講 其實不只是小朋友 他的那個心理壓力太大了 已經有很多這個小孩呢 他們因為呢 按讚的人太少 所以非常的焦慮 那你現在呢 就來個dislike 我覺得他們大概沒有辦法承受 而且很多的大人也是如此 我在臉書上是個活死人 我幾乎都不太動的 都不動 我連按讚都很少的原因呢 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因為現在臉書不是有個計算的程式嗎 你按了讚之後呢 他 比如說我今天按了邵宇讚 他的東西就會一直跳在前面 對 然後呢他會去計算 我覺得我幹嘛要 一直不停的被你所左右 他是有一種特別的演算法 對 那另外一個是說呢 我覺得 我這就是想很多 就我今天按讚 那我下次不按讚 你就會想說 那你是贊成我這篇 不贊成我那篇嗎 所以那單純就不動了 因為如果是 像奶金如果按他的讚 我看 我是他的臉友 我就可以追蹤在奶金 你現在所有的動態是怎麼樣 是嗎 還好都不按 還好都很少很少 很少動 我就說連那個我連按讚都很少 但我覺得他其實可以發展出 因為他這是一個很強而有力的手勢 然後 因為其他我們在別的社交軟體上面 很多都什麼笑臉啊 這個臉啊那個臉啊 那臉書在他的這個Message那邊 他不是也有一些那個臉嗎 可是好像就不如這個Like來的 非常的強而有力 那我覺得他可以去多發展一些啊 比如說祈禱的手勢啊 你就表達了這個同理心啊 或祝福啊 或者是說像那個飢餓遊戲裡面 他們不是有那種 這樣子有一個這樣的手勢嗎 等等之類的啊 就是說表達我的立場跟你一致或什麼 但是真的不宜有負面情緒 我覺得壓力太大了 對萬一我貼了一個文 然後不讚的數目比讚的多 這裡面有好幾個層次 對 搞不好引起校園暴力 你貼了一個文這裡面 第一個讚的人太少 第二個是讚的人還有人收回 你就發現讚的人還有減少的跡象 第三個就是不讚 那這樣子跟你的各種不同的心理衝擊 是不一樣 會產生不同的情緒 對 而且你看像美國已經有好多的這種案例了 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因為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面 網路媒體上面 沒有得到足夠的回應 他們甚至於引發了一些校園暴力的事件 那台灣呢也有類似像這種 就是它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霸凌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宜吧 那很多的這個成年人呢 雖然說呢撐著面子不說 但是呢 多不得開心的 常常會有一些朋友說 有多少人按讚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遼望 我是郭重倫 回顧本週的國際新聞 我們邀請了兩位資深媒體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首先是寅乃金小姐 重倫好 觀眾朋友您好 另外一位是林紹英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關心歐洲目前持續發酵的難民問題 現在目前難民潮已經迫使匈牙利從15號開始關閉與塞爾維亞的邊界 阻擋大批要借到前往德國的中東難民 匈牙利正報警察甚至出動強力水柱跟催淚瓦斯驅趕邊境的難民 造成兩三百人受傷 引發聯合國跟塞爾維亞的批評 請看我們的報導 匈牙利正報警車發射一波又一波的強力水柱 目標瞄準手無寸鐵的難民們 緊接著大量催淚瓦斯瀰漫 讓人睜不開眼睛造成兩三百人受傷 其中兩人傷勢嚴重 塞爾維亞醫護人員趕來為難民包紮急救 卻同樣也遭催淚瓦斯攻擊 位於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主要邊界關卡 已被匈牙利政府下令暫時關閉30天 部分難民仍試圖突破封鎖 匈牙利16號展開反制行動 逮捕29人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強力譴責匈牙利 表示難民應該得到包括庇護等的實際協助 而曾經拿宗教大作文章遭到恐怖攻擊的法國查理周刊 日前又刊登多幅嘲諷難民的漫畫 一幅畫了沉濕海灘上的敘利亞男童 趴在麥當勞廣告刊版下 旁白寫著快要到達了 另一幅則寫著 基督徒可以走在水面上 穆斯林兒童會沉入水中 標題寫著證明歐洲是基督徒的 雖然漫畫強烈譏諷歐洲處理難民危機的無能與虛偽 但許多讀者都認為查理周刊消費敘利亞男童 挑起種族仇恨 也引來一片踏乏聲 UdnTV陳美文編譯 我想先請教乃金 這一次的難民的問題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消退的一個跡象 當然我們看到許多國家陸陸續續都開始設立邊界的管制 但是像匈牙利這樣子很強悍的對付另外一邊的難民是很少見的 很多聯合國跟其他國家也都譴責了 但是也有人講匈牙利是首當其衝 他能有什麼樣子的選擇嗎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對 當我們看到那天的消息 這個匈牙利非常的強悍 匈牙利政府宣布他們進入緊急狀態 然後援警授權援警可以不經過任何的程序 就是去逮捕難民 然後情勢就越演越烈 到難民跟警方有激烈衝突 彷彿是一種難民在匈牙利引發的一種 類似像那種戰爭形式的衝突邊緣 是讓人覺得觸目驚心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聯合國在這方面表現的 其實是非常的無奈甚至於無力的 聯合國的這個難民總署相關的人 還有NGO的人他們到了匈牙利的部分 然後到了歐洲的很多這些難民 急遇去要進入然後到這個德國和到北歐這些國家的這個邊界 他們面對那樣的一個情況覺得說真的是不敢相信 他竟然會在歐洲的土地上面發生 那是非常的悲慘的 可是呢也如同這個歐洲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共同主任 解尼他說的他認為這個匈牙利的總理呢 依然會採取這樣的堅持的排外政策 那主要是因為匈牙利的總理他的思考呢 他是在面對他的內部問題 他之前的時候呢非常的強悍的表示說 他擔心大量的這個穆斯林的湧入會破壞這個基督教文明 然後他所屬的政黨的青年的團體 在這個匈牙利這個難民想要湧入的這個邊界這邊大貼標語 然後一再的強調就是匈牙利是屬於匈牙利的 是屬於基督教的 而且他在國內的這個政治上面 當他在接的連任了之後 這位總理呢採取的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政策 他面對的是他內部的一個更右派的一個團體 所以他採取這些的策略 最重要的還是在面對他的內部的政治問題 而且根據匈牙利內部的研究單位所做的民調顯示 匈牙利的人並不歡迎難 而且我們看到呢 在匈牙利採取這麼強硬的措施 其實引來了包括聯合國和很多這個他周邊國家的一些反彈之後 因為塞爾維亞他就首當其衝嘛 他們不從這邊走難民到尋找這個別的出路 可是好像撼動不了這個匈牙利政府的決定 而且最大部分的矛頭呢還是指向要去承擔責任的德國 因為德國呢也就在匈牙利宣布要緊急進入緊急狀態的差不多的這個時間 他也封閉了他的邊界 然後甚至於包括像這一兩天我們看到這個波蘭的前領導人華勒沙 他也認為東歐沒有能力去處理這麼多的這個難民的問題 甚至於在東歐的這些國家裡面 他們都覺得我們自己生活也沒有過得特別的好啊 然後包括匈牙利裡面的人民他們也為這個經濟一直沒有發展 然後感到這個困頓和不耐 所以他們也沒有這麼大的這個心力和同理心去同情這些難民 所以這些因素呢都讓這個匈牙利的總理呢 似乎有諸多的理由他繼續採取這樣的一個立場 很難動搖啊 那個邵宇你覺得現在目前的難民的問題要怎麼樣來解決 這個問題我講一下我今天聽到有一個難民在說 說他們說德國歡迎我們 我們來到這邊就又不讓我們到德國去 那是不是一定會藉這樣子的事件才能夠真正的把這個訊息傳出去 說現在歐洲甚至德國是不歡迎你們了 你們不要再來了 這個訊息我想 難民其實他們的消息其實也蠻靈通的 他們是會一路從希臘往北走 中間會碰到匈牙利主導他們 他們現在已經來走西巴爾幹半島上去了 就是走克羅西亞 但克羅西亞今天也說封閉邊界了 所以這些難民現在是處處受到阻礙 可是並不代表說他們不知道這個消息 現在問題是說如果說這些國家不願意借到 讓他們前往德國或其他北歐國家去的話 他們可能就被迫困在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甚至有些人會往回走 那時候對於東歐跟南歐的國家來說 比較窮的國家來說 反而會是一個更大的負擔 所以到底這是一個歐洲問題 還是一個德國問題 現在是歐洲很多 尤其是東歐跟南歐國家 他們在抱怨的問題 訊號歷史總理就說 這跟歐洲有什麼關係 這是德國問題 都是因為德國開了方便之門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美國有一名學生把自己辛辛苦苦發明的時鐘帶到學校 結果卻被認為製造了一個炸彈 而且還因此被上銬逮捕 這聽起來相當離譜的情節 卻真實的在德州上演 事後當地警察表示不會起訴這名學生 但是也是拒絕為事件而道歉 請看我們的報導 美國德州一名14歲的蘇丹伊穆斯林學生 自製了一個數位中 帶到學校 希望得到老師的讚賞 卻沒想到被認為是炸彈 還因此被警方逮捕拘留 引起各界關注 所以很可憐 她的印象錯誤 我那天後就被拒絕了 阿密表示 儘管她一再聲稱 這只是個時鐘 但校方和警方都拒絕相信 最後阿密竟然被戴上手銬 按指紋留底 並且被控以謊報炸彈罪 雖然事後證實 這一切都只是烏龍 儘管警方已經表示不會起訴阿密 但校方與警方的處理方式 被外界譴責為宗教歧視 社群媒體上聲援阿密的聲浪也 越來越高 I stand with 阿密的主題標籤 也成為轉發第一名 就連美國總統歐巴馬 也在推特上貼文安慰阿密 並且邀請他前來參加在白宮舉行的科學活動 臉書執行長組克伯也邀請阿密 前往加州總部參觀 我看過馬克·杜克伯 從小就熱愛科學的阿密表示 希望未來還是有機會 能夠前往MIT等名校學習 並且會先考慮轉學 美國伊斯蘭關係協會則表示 會要求詳細調查這起事件 是否真的有涉及宗教種族歧視 宇聯TV有報其編譯 我想請教乃金 這個事情其實看起來是非常荒謬的 唯一一個大家認為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名字 聽起來是像一個源自於穆斯林的 然後他可能也被認定是從蘇丹來的 有這樣子的危險的疑慮 你怎麼看這樣的事情 是整個事情是執法過當一個很荒謬的情況 還是反映出某種心態 因為報導沒有特別的完整 所有的外電也沒有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因為他們鎖定在這個事件本身 我覺得一開始有問題的是那個老師 老師為什麼去報警 怎麼這麼緊張呢 然後他很開心的去 然後為什麼老師會這麼緊張 這孩子第一天上學嗎 他14歲對不對 他們家剛移民嗎 他不是第一天上學 他以前也表現得蠻好的 對 所以我就說我的疑問就是很奇怪 他又不是第一天上學 然後他們家移民到那裡顯然也是有一段的時間了 那這孩子平常在學校的這個表現究竟是如何 為什麼他也不過就是帶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改造的一個時鐘 老師就會如此的緊張 學校剛好前一陣子發生了什麼事嗎 還是他曾經在之前的時候有同學密報他什麼嗎 這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就覺得很非常的奇怪 這個老師當下的反應呢 太戲劇化了 太戲劇化了 這有點不可思議 我看到報導是說他帶給他的科學老師看 那老師說這個不錯 但是後來他這個英文 後來他是在上別的課的時候 突然這個鬧鐘響了 然後英文老師就很神經質 就把他爆出去了 對 所以就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說這個為什麼老師會這麼的緊張 如果你不是第一天認識這個學生 不是第一天認識這個孩子的話 而且還這麼大張旗鼓的找了警方來 然後不但上銬 而且本來還要留下他相關的這個紀錄的 那警方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怎麼也這麼荒謬 難道一看不會區別說是炸彈還是時鐘 這個小孩子才14歲 他能夠做這樣的事情嗎 我覺得這個警方應該就是很相信老師吧 聽說根據那個小朋友 因為那個國中生他說 他被帶到一個房間裡面 裡面有五個警察在等著他 其中有一個警察看到他進來 就第一個反應就是說我就知道 意思就是說我就知道你是你的膚色 一定有問題 對 有你的膚色或你的名字 我就知道一定是 所以才會有出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基本上是一個宗教的歧視 或是種族歧視的問題 你覺得是不是也跟 現在最近一直渲染的報導 比如說IS或者是怎麼樣恐怖組織 訓練年輕的小朋友 做這種自殺炸彈這種事情 我覺得應該都有關聯 多少都有一點關聯 其實美國現在尤其是有講到大選 尤其是像川普這種人出來 昨天川普在演講的時候 底下人問他說 你是不是你什麼時候 會把全美國的穆斯林都趕出去 然後川普說會 所以整個美國社會的氣氛是這樣子 那麼在當地那個小鎮 還有一個其他因素是 那個市長基本上也是一個有問題 不能講有問題 就是說他是有點歧視意味的市長 當地的穆斯林社群本來是 因為當地穆斯林社群還不少 然後如果穆斯林跟穆斯林之間 發生一些這種細顧的糾紛 當地的穆斯林證明就說 好吧我們就這個 當作中間就來這個調解 結果用我們的穆斯林的這個 這個教法來調解 被那個市長知道 也會說我禁止你們這樣做 因為你們必須要遵守美國的法院跟法律 他甚至還在市議會通過一個法案 就是說反外國法的法案 這簡直是警察的薪水 警察權力從哪裡來 是從民選的市長出來 我想警察多少也會知道一點輕重 是所以我想這些的氣氛都渲染了這件事情 讓他在一發生之後 這個孩子就立刻不分青紅皂白的 遭受到這樣的一個對待 然後那個歐巴馬 因為政治人物總是比較敏感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選舉的這個因素 在不停的在發酵 這個川普無所不用其極的 去刺激一些言論 到現在為止還一直在暫步就是 有關於這個歐巴馬 他就是穆斯林 然後根本不是在美國本土出身的 然後所以當這個歐巴馬 非常的聰明的 而且我覺得非常的有政治智慧的 邀請這個小朋友到這個白宮去 你覺得美國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覺得美國的右派團體 一定又會有一些批評聲浪出來 嘲諷 像但是歐巴馬處理這個事情 如果是換在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處理的好像不會像這麼幽默 這麼比較雲南風氣 一定是很重手這樣處理 這處理的一定非常的很尷尬 是不是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沒有幽默感的 對一個政治人物都很沒有幽默感 然後我們的網民都非常的情緒性 而且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看到的像這個網民的反應 美國的網民反應 它還是有一些很不可撼弄的一些價值在 包括你不應該有種族歧視 不應該有宗教歧視等等之類的 可是台灣的政治人物跟網民 從來都是以你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喜好 就來判定大家的生死了 所以你看說包括這個徐洪廷市議員 去嘲弄這個柯文哲說你跟 悠歐卡的董事長代季權 有這個特殊性關係 我們的這個政治人物反應就這麼爆裂 然後網民呢就希望這個 你傷害了我喜愛的柯市長 我就希望你死 這個都是給大陸做足了面子 習近平預計將會在25號造訪白宮 與歐巴馬進行會談 並且參加正式國宴 26到28號則將會應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邀請 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 聯合國成立70週年系列峰會 雨天TV有報其編譯 我想請教邵宇 這一次的高峰會議之前 似乎不像過去 就是一直有烘托說 這一次會是一個順利成果很豐富的高峰 這一次好像有一點氣氛有點奇怪 前面的氣氛非常不好 對 大家一直強調說南海問題 強調網路這個攻擊的事情 你怎麼看 所以我覺得美國是有點故意 給北京有一點點下馬威 他先透過各種不同的泛化系統說 這個美國正在考慮 如果中國正在繼續對美國這個商業的 對於商業行為 這個駭客來偷取機密的話 我排除制裁等等 我覺得這個話 明明知道習近平就要來了 然後你又講這個話 意思就是說 一方面 當然是告訴北京說 我很重視這個事情 我一定會討論這個事情 另外一方面也是 給北京想要下下北京 那麼北京派了孟建柱去 事前幾天前派了孟建柱去華府 談論這個事情 把他國內相關的單位主管都不找去了 也顯然是說 我可以做一個姿態 表示說 我也很重視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在歐錡會的時候 好好坐下來談這個問題 可是我覺得 在這件事情上面 北京也很難這個 在實質上說 說讓步 他不會承認說 我在偷取你的機密 他只能泛泛的說 OK 我們也很注重網路安全 我們也注重網路上面 發生了各種不法的事情 我們覺得犯法事情都不應該容忍等等 可是事實上 今天 北京會去偷付美國商業機密 美國的NSA 商業不商業的機密 政府的機密 對方國家任何機密他都拿了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要扯開來 我覺得美國也很難 也很難說得出說 我站在一個比較高的道德高地上 可以來就這件事情指責你 美金不負責任 我想請教那個 這一次當然也可能是 習近平跟歐巴 最後一次高峰會了 現在看起來 那在過去的兩次 似乎都有一些特殊的 沒有這麼正式的形式 有第一次見面是在加州莊園 第二次是在中南海裡面 晚上的會面 這一次會有這樣子的形式 彰顯出兩個領導人的特別的關係嗎 因為其實對大陸來講 這個可能是最重要 他要的就是這樣 特殊的大國之間的關係 你覺得這一次 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形式 其實崇仁剛才講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說 這個跟過去的訪問不太符 就是在客人還沒來之前 先就校正放話 而且這個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化來講 我不曉得白宮還有國務院的幕僚團隊 是誰主張用這樣的一個建議的方式 因為這個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化來講 這個有點給客人下馬威 然後對中國人來說 這似乎有點就是 你如果不拿出點誠意來的話 那你就不要怪我這個敬酒不吃吃罰酒 這個是非常不禮貌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看到 剛才邵宇提到這個孟建柱去了之後 他們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去了之後 雙方有點刻意的 要再壓低這方面的敏感度 所以就發了一些 美國方面不會有司法制裁 然後大陸方面會如何如何等等 可是問題是他們才剛講完了這個話之後 奧巴馬自己又在提 又在提就是這個網路安全 而且你們不要小看我們 如果大家真的要在這邊發動戰爭的話 我們美國可是不會輸人的等等 那所以這是一個第一個非常奇怪的 就是說為什麼美國要採取這樣一個策略 是覺得說過去的這一段時間以來 他們是不是認為習近平的性格上面 如果我表示的過於軟弱 你可能就這個軟土伸絕啦 就有點不把我這個奧巴馬放進眼裡 而且因為之前的時候在南海的問題上 美日安保的問題上面等等 其實中方跟這個美方的這個立場呢 是背道而馳的 甚至還蠻尖銳對立的 第二個是您剛才說的 就是說中國大陸要的是一種 正式規格形式的一個訪問 我想大陸的學者金燦榮 他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的那個評論 有一點非常的一個準確 就在於是說 中美兩國是新型的大國關係 這個部分呢是中方提出來的 是習近平提出來的 但到目前為止呢 美國就好像是沒聽到 美國呢一再的採取的就是 我們是建設性的這個關係啊等等 我們多方面有什麼合作啊什麼的 但是呢沒聽到這件事情 所以呢對於習近平 他已經告訴大家了 我是一個醒來的獅子了 而且呢對於中國來講 一個躍升的就中國 他要美國呢正視這件事情 接受這件事情 你看到了這個中國崛起的事實還不夠 我認為從中國大陸方面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話呢 美國呢對於中國大陸崛起這個事實 雖然看到了但是沒有面對 他不在這個國際的場域跟較勁上面呢 真正的以一種大國對大國的態度去對待這個習近平 去對待中國大陸 這個是中國大陸呢不能夠接受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灣問題會怎麼樣在兩個人的高峰會裡面來談 尤其是台灣1月就要總統大選了 在過去一直有所謂中美共管台灣的說法 可是這一次也會嗎 中美共管台灣的說法應該不是大陸 這應該不會是出自北京的領導人之口 只是大家這個外面的觀察 當時的形勢是如此 昨天國外辦說這個當然會談到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像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對呀這個 國外辦人怎麼會說台灣問題不重要呢 怎麼會說不會談台灣問題 那個如果真的這樣講的話 那個釋放的訊息訊號就更超乎常軌 所以國外辦一定是這樣講 可是我不覺得台灣問題會在這一次歐習會中 會成為一個焦點或是重要的話題 兩個人當然會聊起這個台灣明天的選舉 或是選舉之後這個未來的走勢 習近平也一定會跟這個歐巴爾說 我的台灣問題政策就是如此 這個九二公司等等等等 美國也有很清楚的台灣政策 他也一定會跟這個習近平說 美國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如何 這些大概大家都背得出來的 這些標準的說法 在公報啊 對講完以後我講台灣問題就討論到這邊為止了吧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 就是說這個台灣問題呢 在這個兩岸關係緊張的時候 大陸呢從這個外交部門到這個台辦系統 從上到下一定都會強調說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裡面的什麼核心 核心問題 但大陸的核心問題不止一個 所以我們那時候講大陸的核心怎麼這麼多 那這一次呢習近平呢 跟這個歐巴馬的會晤 到底台灣問題的份量會有多重 這對於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當兩岸關係鞏固的時候 台灣呢不會成為中美兩國博弈的一個棋子的時候 其實台灣問題呢在美中兩國領導人裡面呢 它被提到的最少分量最輕 因為它不是議題嘛 那只有在台灣的這個問題呢 變成是大陸呢要繞過美國 要繞過美國來對台灣採取某一種壓力的時候 就是說當台灣問題真的變成是美中兩國共管的時候 台灣問題才會是真的核心問題 這其實是台灣命運的悲哀啦 但是我覺得中國大陸呢在思考這個問題呢 跟美國在思考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美國呢期待透過台灣當做一個棋子 所以呢當她跟美日同盟 然後跟這個中國大陸的關係有點緊張的時候 她對於立場上面是親近美國的蔡英文呢 是表示非常歡迎的 這美國不只喜歡蔡英文 她們也很喜歡馬英九啊 那不然為什麼馬英九已經要卸任了 還讓她回到她的母校裡面去演講 那所以但是對於中國大陸呢 她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特別是在兩岸關係的問題上面的時候 這是中國人的內部事務 是兩岸的這個之間的一個事務 所以呢她長期以來在這個中國大陸的 就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陰謀論 或者是一個論述 就是說台灣問題 台獨勢力都是美日在背後去操弄的 所以呢為什麼在2005年連戰去了中國大陸之後 那個和平之旅 她所展現出來的一個態度就是 兩岸的問題是兩岸的中國人可以共同解決的 到了馬英九時代的時候很多問題呢 秉持著這個原則去處理 大陸方面呢就會覺得舒坦很多 所以我覺得在有關於台灣問題的上面 習近平會提但是力道跟方向跟過去 我們所想像的會完全不同的 就是最嚴重的兩岸關係的危機的狀況 就是在小布希的任內 陳水扁的任內 溫家寶去訪問美國的時候 這個小布希當著全世界媒體的面 溫家寶坐在他旁邊 他這樣子指責這個陳水扁 這個問題夠嚴重 台灣問題的分量是不是很重 非常的重 可是對於台灣來講 這是一個我們受到最大的羞辱的一個時刻 我們國家的命運擺在美中兩國的大國的手裡 而那個時候的中國大陸 他被迫要去繞道 透過美國來對於台灣施壓 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我覺得在胡錦濤的時代結束之後 在習近平的這個時代裡面 感覺起來他們已經不是在朝這個方向走了 所以當這個蔡英文去美國訪問 然後講維持現狀 很受到這個美國的上上下下歡迎之後 美國 就中國駐美國的大使 他不是還發表了一個談話嗎 說什麼 你要得到這個 十三億中國人的認可 才行 這有點突兀 這個過去的那個 美國的 就是中國駐美國的外交人員 因為蔡英文是個在野黨 他們不太會去對這種事情 這麼大剌剌的談話 那從他們的這個操作的手法 其實包括習近平 見台灣的這些重要的領導人士 講白了拉了那個底線就是 你有九二共識就地洞山搖 感覺起來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就是由兩岸自己處理 中國人自己處理 那您剛剛講的我覺得有一點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我也想問問看邵宇是不是同意 就是說 大陸現在已經不需要美國來壓台灣了 或者說經過美國來影響台灣 尤其這個時間會是非常重要 是從明年一月到五月這段時間 新的總統就任 如果民進黨選上的話 第二個時間我想 會牽涉到歐巴馬的最後半年 如果說有軍售要決定的話 那是清倉的最後半年 這個絕對也是中國大陸在意的一個事情 你怎麼看 基本上我覺得習近平 習近平領導下的這個北京政府 的確是不太需要華府出來 這個施加年影響力的 我覺得他現在反而是 比較好奇的是 美日新安保條約裡面規定 周邊有事到底會擴及 或放大到哪個階段 是日本周遭 日本周邊才算周邊 還是要往南一直推到台灣 台灣北部都算周邊 我覺得這個是他可能會比較 想要摸清楚這個華府的底 底線在哪裡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很有趣 講到軍售這個問題 不是他們很快美國要開個 國防相關的會議嗎 然後吳釗燮 就是民進黨的秘書長 吳釗燮要帥一個很大的團 31個人的代表團 對 到美國去 其實他就是一個準執政態勢了 而且顯然一定會大受歡迎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兩岸關係上面 和這個美中關係上面 軍售問題它本來就是一個敏感議題 但是邵宇剛才講的是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對台採取清倉式的這個軍售 美國一定會 中國大陸一定會有反應 他一定會叫一叫的 他一定會叫 但是問題是一個根本性的一個結構改變 如果是1月16號 蔡英文就是當選了 而且他還要看他是當選的是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的當選 他若是大勝跟他勉強過半 跟這個立委民進黨的選舉的情勢是如何 大陸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對台政策的判斷 如果是一個根本性的一個結構改變 挑戰到它的底線的話呢 那軍售的問題等於就是在它上面 就是添了一些柴火罷了 這個就是等於向美國鼓勵這個趨勢 就是繼續發展 而且我比較擔心 我一直有一個很這個 有習近平講的一句話 我一直覺得這個放在腦袋裡面 一直覺得很可怕 就台灣問題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 那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要在你第一任期或第二個任期以後 就要表態 我希望台灣問題 或者兩岸問題 有一個什麼樣的新的安排 還是說到時候你會看一個情形 我這一代沒辦法解決了 我就留給下個領導人去解決 習近平現在看起來他是很強硬的 對因為是這樣 習近平2012年上來嘛 他10年那不就是到2022嗎 那蔡英文2016年當選 那如果說他不但是一屆 他還連任 那就表示呢 習近平在這 他在這兩任的這個 十年的這個任內呢 對台灣的問題呢 不但是沒有交出一個好的成績單 甚至於呢還會有一些複數 可是他的前任 他的前任胡錦濤 可是有這個2005年的這個聯胡會啊 而且還有這個2008年的馬英九當選 迎來了兩岸這個60年來 從未有的和平局面 所以對於習近平來說 你說這個部分的壓力是有的 而且我覺得壓力最大會是在 中國共產黨創立的100年 那個100年在他任內 他如果那個時候他發現 這個台灣問題在手裡面失去的話 對他來講刺激是非常大 那時候只靠閱兵是不夠的 好 我們回來等一下談第三個問題 就是美國有一個從蘇丹來的移民小 移民學生14歲 他帶了自己做的時鐘到學校 結果被懷疑是炸彈 這個在美國引起非常大的一個討論 連歐巴馬總統都對這個事情表態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 所以讓這麼多難民必須要經過我們國家 然後造成這麼多麻煩的事情 那麼可是話說回來 難道這不是歐洲的問題嗎 其實也是一個歐洲問題 歐盟這個標榜這個邦聯的一個 這麼大一個邦聯 他從希臘的這個金融危機之後 面臨的第二個最大問題是 在難民問題上面 其實本來就有一個都柏林公約 可以去實施的 可是突然湧入這麼大的難民 變成第一個上岸的國家 那些國家義大利等等 他們都不願意收容難民 有他們政治內部的考慮 政治的考慮 經濟的考慮 所以當德國張開雙手歡迎的時候 難民就大批湧入 那是誰造成這個德國問題 如果說這些國家當初 能夠遵守都柏林公約的話 就也許不會有今天這樣子的 這個難民北上的紛紛牢牢 不過乃金就是這些第一個碰到的國家 不管是義大利或者是希臘 乃至巴爾幹半島上面的 他們都很窮啊 老實說這個他們真的不願意 難民留在他們境內 最好他們是只是過境 趕快把他們趕走 這個比較符合他們的要求 對 因為就我們將心比心 像在之前的時候 在歐洲最引起話題的 其實是希臘 希臘的問題 那現在希臘他雖然不情願 他也被迫的在很多的他的小島上 就收容了超乎他們 負載能力的難民的人數 我記得希臘有一個小島呢 他們原本也不過就才幾千人而已 然後各項的發展呢 也就是不是特別的好 那可是呢 他們湧入了超過了兩萬名的難民 所以不但是在當地的秩序上面呢 造成了極大的干擾 然後他的物資各方面呢 也都發生了問題 然後這些難民的本身 也因為他們來自的國家區域 派別不同 本身呢 也有發生一些爭議跟衝突 因為大家是共同處在一個 很絕望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只想把這個地方 當作是一個過度的轉換站 可是我過度不了 我通通困在這裡了 然後所以他們內部有衝突 又跟居民有衝突 然後居民呢 想要甩開他們 又甩不掉 所以這是一個共同的 共同的一個困境 這是非常嚴重的 像在之前的時候呢 似乎透露出了一線的曙光 德國呢 張開雙臂就歡迎這個難民 那英國呢 也改變態度 那北歐的一些國家呢 也喊出一些 非常響亮的一些口號 可是呢 就是曇花一現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曇花一現 其實對於難民來講呢 是更殘忍的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在各種的提議過程裡面 還曾經有富豪提議說 他要買下這個希臘的無人島 把這些呢 難民呢都安置在那邊 可是一聽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不可行的一個策略 所以現在呢 歐盟的這些國家說要召開這個內政部長會議 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匈牙利的採取的這個強硬措施 我覺得讓他處理這個問題的未來呢 顯然呢 更添了非常多的阻撓 而且也讓這些其他的這個歐洲國家呢 更進一步的認識到這個問題的複雜度 我倒覺得唯一比較可 雖然是不太可行 可是唯一比較可行的是 歐盟必須要拿出一個共同的難民的庇護政策出來 尤其是面對這麼多的難民的情況之下 他們初步就是上上禮拜說 大家同意要這個農納4萬名難民 可能顯然4萬名是不夠的 不夠 最新的數字是12萬難民 那麼這些像這樣一個 立刻漲了三倍的數字是 很多國家都不願意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或是美國也應該要表態 能夠吸納更多的難民 歐巴馬昨天說 他希望明年底之前能夠吸納1萬名 這對美國來說實在是太小了 連澳洲都已經承諾1萬2千名 而且美國在過去也不是沒有 在越戰時代或是在其他戰亂時代 也不是沒有收容過來自越南的海上難民等等 美國其實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不過邵宇 如果說歐盟解決不了這個事情的話 我在想有兩個很嚴重的事情 一個是他現在說是12萬 他要分配 這些新加入的東歐的國家 都不願意接受他們自己的難民配額 那怎麼辦呢 如果說你歐盟沒有這個執行力下去 或者是你一直強調是要有共識決 每個國家都可以否決的話 那你完全通不過 第二個是歐盟他原來最根本的 比如說像深根公約 人員可以自由在歐盟境內移動 現在每個地方都涉起邊界控制的話 將來這個東西會很麻煩 對 深根公約理論上是有一個例外條款 你碰到什麼樣的緊急情況的時候 你可以不顧原來的規定 就是把關卡把邊界封閉 可是對於這麼嚴重的難民的災難來說 用深根公約的例外條款去說我暫時封閉 等於是告訴大家說以後是這個深根公約 精神就名存死亡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要解決的 另外一方面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歐盟不做下來 讓大家找出一個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數字 或是方法的話 那麼這個問題就無法解決 因為每個國家如果都只為自己的利益 去做考慮的話 那就無解了 我們這個問題可能以後還要再繼續的談 這一時三刻也解決不了 不過我們第二段我們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談習近平在22號即將訪問美國的情況 我們等會繼續談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美國白宮跟大陸新華社16號先後發表聲明 確定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22號出訪美國 25號美國總統歐巴馬將會在白宮社國宴 款待習近平跟夫人彭麗媛 這是習近平上任國家主席之後 第一次赴美進行國事訪問 請看我們的報導 外界矚目的習近平美國行正式拍板敲定 根據美國白宮聲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22號出訪美國 專家相信 習近平這次訪美將有助於加強兩國進一步相互了解 促進雙邊關係 他可以給予一些確信 對外媒體和學術人士 關於中國的能力 在中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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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可以給予一些確信 我認為這會 對中國的能力 據了解習近平這次的美國行會先到西雅圖 與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碰面 並且與財經科技界人士舉行圓桌會議 目前也已有高達94位 包括股神巴菲特 蘋果執行長庫克 臉書執行長祖克伯等 聯名致函給歐席兩人 希望會談聚焦雙邊貿易投資議題 穩定兩國的經濟關係 而外界瞩目的大陸網路間諜問題 有不具名美國高層官員指出 雙方已經達成共識 在習近平訪美前 美國不會就網路經濟間諜活動 對大陸機構作出制裁 可以說